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學長的頻道呢,每週四都會更新一些精品咖啡的知識以及沖煮技巧 所以如果各位對精品咖啡或是手沖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那我們每週四就會更新一些薪資給大家知道囉 好,那回到我們今天的正題 我們今天聊一個精品咖啡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這個,豆袋上的標籤以及生產履歷的概念 當然還有一些風味描述的部分,跟大家一起來講解 好,首先呢,先跟大家聊一聊什麼叫生產履歷 這個概念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各位喜歡手沖 喜歡精品咖啡的話,至少要有基本的觀點,好不好 就是生產履歷呢,是說 當我們想要把某個東西讓它發展得越來越好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希望說我們這個生產的過程是可以回溯的 舉個例子給大家聽,譬如說如果各位喜歡吃柚子好了 每年週九節我們要吃柚子,那如果對一個外國人來說 聽說台灣的柚子非常的好吃,那我就要買台灣的柚子 那對我們台灣人來說,那你要去買台南的麻豆的柚子 你可能可以保證說你的柚子是好吃的 但其實就算是麻豆這個正,它有分很多個小農嘛 譬如說陳佳班的柚子生產班,我覺得超級棒 OK,那如果你是一個想要吃好柚子的人 你可能每年就是固定去找陳佳班去買柚子嘛 所以這個過程之中你就發覺說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 台灣的台南的麻豆的陳佳班的柚子是最好吃的 那陳佳班可能還有分好幾個不同品種,有白柚,有文旦 那以上這些概念其實跟精品咖啡的生產履歷呢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只是把柚子變成咖啡豆一樣 所以生產履歷的目的是什麼呢 如果你覺得陳佳班的柚子很好吃 可能是因為它種植的很認真嘛 施肥很認真,採收的部分,去葉子的部分很認真 是品種選的特別好等等等等的各種條件 所以你會特別指定這個陳佳班去買 那陳佳班就因為你的指定,你的指名賺到了更多的錢 它就可以發展得更好 那其他的農夫就說,陳佳班很認真 所以我也要認認真真的來種柚子 那就給有更多更好吃的柚子 可以讓消費者去做選擇 那就讓這個柚子的市場變得更蓬勃 東西變得更好吃 這個就是生產履歷 OK喔,如果大家聽懂的話呢 套回到咖啡豆的情況之下也是一樣的喔 譬如說我今天這包叫做 巴拿馬的波奎特的翡翠莊園的鑽石山 這支豆子呢你今年喝了明年還覺得很好喝 還想要指名它 它就會因為你的指名 然後呢使得烘豆絲賺到錢 烘豆絲賺到錢以後呢 生豆商也會知道了 這東西很好賣 然後回饋到這個莊園呢 它就會賺到錢了 那從此以後呢 因為你的指名 讓最遠端離你超級遠的小農呢 也因此而受惠了 這個就會讓產業呢蓬勃發展 所以這個生產履歷概念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精品咖啡的一個重要一款 因為如果你根本就不指定 這是豆子很好喝 但是對我來說我根本不在乎 我就隨便喝就好 那我何苦這麼認真重呢 我就隨便重就好了 我就向下承認就好了 那整個產業呢 就會沒辦法蓬勃發展了 好,那弄懂了這個概念以後 我們可以回到標籤上面來思考一下 這些東西呢跟生產履歷的關聯性 跟精品咖啡的關聯性 譬如說呢 一般來說呢 這個豆袋標籤上面呢 就會有一些 產區的標示 就是生產履歷的一個概念 巴拿馬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最大的一個地理大一個國家 那波奎特呢可能是一個 比較中型的地理大 它可能是一個省 或是一個縣 不一定的話 每個國家它的地理大 標示不一樣 單位不太一樣 那翡翠莊園當然如大家所說 就是一個比較小型的 以及目標很明確的一個地理大 當然莊園有分大有小 超級大的 那翡翠就蠻大的 那有些像 伊索比亞他們可能是很小很小的單位 可能是一個村子 像果丁丁村 或是一個很小的合作社 那個概念是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這個莊園呢 其實本身也有一點差異性 那可能如果你有特殊處理場的話 它可能會標示是什麼處理場 但這個東西呢 從最大到最小 它其實就是標示著 我們尋找這個豆子的本源這個過程 我就跟剛才說的麻豆的概念是一樣的 像這個 伊索比亞的豆子 可能大家也很比較熟悉 古籍呢 就是伊索比亞裡面的一個很大的地理大 這古籍裡面的豆子超級多 如果你只是指名古籍 你有再往下一點點去找的話呢 你可能喝不到你想要的東西 那再往下一點點呢 就是寒貝拉 寒貝拉就是更小一點地理大 那再往下走呢 就是更小更小的像布阿貝 那就是可能是一個像合作社 這個大小等級的一個地理大 就是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你可以更精準的找到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呢 是非常重要的 它標示著各位找豆 比較好找 也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味道 那其中其他的部分呢 可能會標示一些品種 因為品種 如剛才所說的嘛 像柚子有很多品種 吃起來就是不一樣 那咖啡豆呢 本來也有不同的品種 像大家耳熟能詳的 意記啊 它是一種品種 或是說像卡杜拉 像這個就是卡杜愛 卡杜拉卡杜愛 在中南美洲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像非洲豆呢 它可能會有 肯亞可能會有SL27 SL28 或是說最近比較流行的 一些純種的一所必要 7110 7112 7158等等 那它 其實就是一種 告訴你說 我這個品種 可能會有某一些味道 當然實話說 也不是百分之百準 只是說它告訴消費者 可能 這是一個比較獨特的品種 你如果買它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 它獨特的風味 你可以去做借鏡 你可以去做參考的 所以這也是讓消費者 比較容易買到 它想要豆子的一種過程 當然也反映了一種 如果你覺得某個品種 特別好喝的話 未來它們可以多重一點 也是回到聖誕蘆域的概念 然後包括海拔 以及它的地帶 這些都是一些 一些咖啡館 或者是生豆商 願意讓消費者得到 更清楚資訊的一些方式 那像 處理法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處理法它影響味道 風味反正重的 所以處理法一般都會標示 日曬 隨時洗 密處理 驗養這些東西 都是基本的 還有烘焙度 淺焙 中焙 深焙 這些全部呢 都可以讓消費者 去更容易買到自己想要豆子 那最後呢 就是風味描述啦 那風味描述 其實它的過程呢 並不是說 譬如說這邊有五個風味描述 有 花香 芒果 百香果 桃子 柑橘 其實風味描述呢 它的 行程 就是會寫在豆袋上的過程呢 可能是 好幾個 單位的努力 譬如說生豆商 他們在 採買生豆的時候 感覺到有這些味道 然後或者說 紅豆食 它是烘焙完以後 感覺到有這些味道 以及最後的咖啡室 或是咖啡館 他們在杯測的過程之中 有喝到這些味道 然後把它統整出來的一個資訊 所以呢 它主要目的還是給大家做參考 但是不一定每個味道都會喝到 但是呢 因為每個人的感官標準不同 而且呢 生豆可能有這個味道 但烘焙的手法不一樣嘛 沖煮的手法跟環境不一樣嘛 所以有些味道可能會比較明顯 有些味道甚至喝不到 之後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但是它也提供消費者一種可能性 那如果各位呢 對於風味描述 很想要喝到這麼多風味的話 一來呢 可以考慮啦 你水溫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因為不同的水溫 對於香氣啊 或是特殊風味的表現 是比較容易拉出Range帶的 差異性的齁 就可以利用這個東西來做調整 所以以上這些呢 資訊都是 所謂豆帶上面的標籤 能夠提供出來的 那其實提供的兩大意義 一個是對於消費者來說 我會更方便 更快速的找到我想要的風味 以及我想要的豆子 對不對 但對於整個產業來說 就是你的選擇 就呼應了 哪些莊園味道很好 我要去支持 哪些小農我想去支持 哪一些烘焙度我想要支持 哪一些處理法 哪一些品種我想要支持 它背後呢 就會讓產業 有更多的資訊 可以去做一些 未來的豆子的一些思考點 所以呢 這個東西非常的有趣 它其實背後呢 是一環扣著一環 所以你的選擇呢 其實有可能 就決定了未來咖啡豆子的走向 畢竟這個產業是互相的 OK 那以上呢就是 關於今天的內容 關於標籤的內容 如果各位呢 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再提交留言 那希望我們會為大家做解答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接下來介紹VV咖啡的合作夥伴 Cafec 是日本咖啡器材專業品牌 招牌快流速的 Avaca麻辛維氯子 是許多咖啡師的首選 最近針對戶外需求提出的 Triton咖啡分享壺 同時兼顧外出的防摔需求 和手沖的使用體驗 讓你的露營不必妥協 詳細資料可參考下方的資訊欄